嗨 朋友们 我是你们到娃妹小甜 没有想到年底12月的好剧这么快就来了 豆瓣8.4 女性创业剧 打女主剧 风吹半夏 一开始就是青春疼痛文学的展开 一个月夜 在一个废品回收站的门前 徐半夏姐姐遇到了一只小赞狗 小童 姐姐对她起了怜悯之心 还帮了小童给她钱 给妈妈治病 还拉她一起赚钱 小童对姐姐逐渐心动 姐姐还约她一起去买衣服呢 当弟弟满心欢喜的时候 过来 试试 我不要 不适合我 我给你姐不买的 心酸的小童再次姐姐回家 姐姐本来开开心心的 结果目睹丈夫出轨 气得打丈夫 打小三 三人扭荡起来 弟弟听到声音冲了进来 敢当我心肩上的姐姐 直接一酒 把前夫打得不能忍到 小童背叛了五年 好青春疼痛 初遇后的小童鼓起勇气 掏出了五年前没有送不出的发夹 结果女主反手 就扔了 看看新世界吧 弟弟 哦 我本来以为再不及也是 你是一个好人之类的 结果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姐姐 直接断情绝爱 老弟 别拘泥 情情爱爱了 跟着我赚钱不相吗 由此 青春疼痛文学 变成了励志 大女主剧 许班下和两个同伙 而不同伴 竹马好兄弟小陈 and中全弟弟小童 一起赚钱 发家致富 获素累积低筒金 离婚之后的他也没有颓废 直接搞事业 从刚开始的废品战小老板 摇身一变成了八面玲珑的女老板 切一秒冷漠脸 下一秒 哎呦 擦擦总 自动堆起笑脸 在各个老板的面前刷脸 努力 搞好关系 各种套近乎 很多人对爸总都有一定程度的误解 觉得一定是冷漠 高傲 没情商 才不是嘞 赚大钱 有时候要厚脸皮 要八面玲珑 OK 靠着套近乎刷脸 这个时候的许班下 能跟着大老板后面 喝喝汤 但也只是喝喝汤而已 远琴说这群大老板看不上许班下 实际上是 他们的眼里根本没有他 觉得你就是个女孩子 成不了气候 所以如果许班下想要更多 肯定没有 他们甚至还会有绅士的举动 你一个小女孩子 不要想着赚钱 最重要的是嫁人 这恰恰是一种轻视 当分女性都会听了这些话 就真的回去相夫教子了 许班下难得的是 她有野心 有欲望 我就是要搞钱 我就是要变成富婆 我这么年轻 我不想赚钱 我想什么 钢铁带头老大哥 武建设 说有赚钱 路子要去外国 进口废钢 一对人觉得靠谱 立刻蜂拥而上 班下也要跟着买 一边说好话 您带带我吧 一边敬酒 我得亲自跟您去 吴总 来 敬您一位 您算我一个 我能拿一万五千 你带着我 老大哥没有松口 还说这批废钢 要卖给外企 刚好外企高广赵� 坐在附近 班下为表示 自己去外国卖钢的决心 抓住机会 自来熟的 给赵磊挡酒 热手 拉赵磊过来 这一套下来 非常的爽力 进酒环节 其他人趁机 哎 你一个女孩子 怎么可以去 我替你吧 也看机会 可能被抢走 班下 哦 话不说 说好了 带我去哦 直接一大瓶酒下去 在场的各位 也没发说什么了 他时刻有这种 赌一把的决断 你以为他有钱 买这么多钢吗 不 他没钱 他也是真够赶的呀 跟同伴商量决定 赌一赌 赞车变魔托 那没钱怎么办 借 跟自己那没良心的爸爸借钱 从各大老板的嘴里扣钱 这群男人各怀鬼胎 互相争斗 他从中得力 光头求总 疑心手下郭启东 OK 我帮你查账 让你欠为人情 而郭启东 赴黑至极 在光头的手下干活 还能扣出100万 借钱给班下 许班下看中了贪图 打算建堆厂来放废缸 还没有和当地村民谈好 还没租下来呢 他就敢拿建堆厂和赵磊谈判 说服对方 投资自己 他牵连一屁股债 把所有的赌注 都押到去外国卖钢 这件事情上了 结果他买钢这事 还没瘾呢 老大哥不松口 只肯给5000吨 说你还是不要去了 等我们回来吧 班下表示 哼 我一路上跟着你 反正有机会 我就是要一万五 结果全员在国外 被骗了之后 其他人都灰溜溜的回国 只有他坚持 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外国 回国 我是一屁股债 留下来 我就有机会 终于 徐班下找到买钢的渠道 再次说服赵磊 投资自己 还一口气 买了5万吨钢 顶着负载压力的小陈小童 终于等到老大回来 三人还以为是苦劲甘来 最最难受的剧情来了 我真的是喝不得 背素 终于买到钢了 开心 还没几天 赵磊告诉他 钢价持续下跌 如果这个时候出手 徐班下非但血本无归 但其他人坐不住了 看上了他手里的钢 愤愤趁火打劫 徐班下他们被各种吹载 连工资 租金都付不起了 有一点亲情 但不多的父亲 开始是 你是我女儿 我永远帮你 后面发现女儿要破产了 直接大闹公司 最后女主没有办法 只能把妈妈留下来的房子 直接过户给他 气死 趁火打劫的债主 郭启东 直接提出不合理要求 你的钢全部剑卖给我 不然我就去法院告你 你的钢到时候被拍卖 也是我的 气死 霸小小城被债主殴打 还要陪笑脸 小童为了补贴付租金 疲劳驾驶出了车祸 而徐班下这边直接病倒 自从去外国之后 他的压力越来越大 这次直接压垮了他 他每天数月韧力 就这么熬了半年 矛天清晨 萎靡不振的徐班下 听到了突然赶来的赵磊 这声音 他打开了电视 看经济频道 到目前为止 中国钢台的价格指数 已经达到了1805系列 我们的几日 环境上升13.6% 红币上升1.78% 钢架上涨了 他吸饥饥气 看到这里我感叹 我果然没有赚大钱的本事 这跌宕气不大死大悲的 是要有多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啊 还好徐班下 最后顶住了压力 苦尽甘来 我们的班下节 重新梳妆打扮 拼如归来 终于如愿成为富婆了 班下节开始挨个收拾 谁对我好我记着 谁对我不好我牙字笔报 郭启东你称我打劫是吧 我直接还你钱 嘿嘿 谁叫你当时不接受我的提议 诶 亏大了吧 而且我还是当众还你钱 诶 你吃内蔻的事情 也在你老板那里暴露了吧 我顺便报复回你 光头你要一举报是吧 我把你送进居留所 你不忍我便不义 这个居留所你说让我进去就进去 说让我说 你这么对我 我不得给你面子 爽太爽了姐 有趣的是 刚开始这些老板没有乔上办下 当班下人的力强 道道能和他们抗衡的时候 他们害怕了 他们愤怒了 他们露出了猙獰的一面 说明勾心斗角 不只是存在于一个性别 而是人性 女性创业线立起来的同时 比例不多的CP线还蛮好磕的 没有想到我居然在一部 时代创业剧还能磕到CP 班下鞋的CP都好香啊 赵丽颖和欧豪这对 她是她欲天进来的小狗 为了她 她承受了五年的老雨之灾 班下对小童愧疚 帮她照顾家人 但五年了都不敢去监狱看她一次 笑头那颗脆弱的少男之心 扼杀在摇篮里的无疾而终的暗脸 她为了她再次犯罪一句 这回你得来看我啊 虽然这对B1了 但我敢说 咱看赵丽颖的欧豪的片段 绝对要比前段时间的蝶狗段好可多啦 徐班下和官配赵总 这对太有张力了 官配就是最牛的 这对其实是心心相惜 互相欣赏 在办局上赵总对班下 另眼相看是因为觉得他喝酒喝得很实诚 他力排重义 借给班下钱 如果说是对班下有好感 那可真是笑求他了 他欣赏的是他的韧镜和魄力 而赵总倒霉要辞职之后 班下姐非得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落井下石 而是一脸 哇哦那更好了 来 来我公司 我养你 给你一百万做顾问 一想到我们还能像之前那样 我就很开心 这美貌还有这赤裸裸的眼神啊 把赵总都给挣不惠了 祝我们合作愉快 我们合作一定愉快 可以看出我们这半夏节 是不是的眼神跳动 还有时刻想吃了赵总的感觉 呃 玩具了哈 并送上了才知道 嗯好气哦 但还是要保持微笑 这段感情 班下姐也不甘示弱 完全占据了主动权 又是帮他换房子搬家 又是哎呀 我刚好住你隔壁 又是帮你带饭 赵雷无奈 只能答应 还有大大方方的调情 一个说话就说话吧 还越靠越近 一个也不害羞 诶 电话响了 姐也不害羞 大骂 谁这么不长眼 而且进展神速啊 火速睡觉了 不愧是成年人 我会对你负责的 又要成年人的退啦 两位是不是受 再来一部中偶爸 在疯狗和霸总的称托下 具家幸福系的一生 有点暗门失色 すみません 总结一下 风吹半夏剧名 原本叫做野蛮生长 如果说和幸福 是一颗努力生长的小草 许半夏就像野草一样 野蛮生长 距离半夏的两兄弟 买不到贪图 气得不行 直接想了个馊主意 污染贪图 但实际上这是原住女主出的主意 村里有个老太太 妻人骂半夏不得往生 原住女主更黑 也更力挺 原本瘦弱的她 故意尊重变成了200斤的胖子 没有人会轻视她 也没有人把她当作一个女人 她做生意才会更顺利 剧板去掉了女主的黑暗面 保留了半夏的野心 在带着撂靠跳舞的情况下 许半夏依旧 魅力四射 这部剧最后最好的就是 她没有喊口号 确实是刻刻展现女性的困境 第二信说道 男人极大的幸运在于 她无论在成年或者是在小时候 都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 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路 女人的不幸则在于 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 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 只被鼓励滑下去 到达极了 当她发现以为实太完 她的力量已被耗尽 而半夏凭借她的本能 拒绝了拖她下滑的诱惑 在一群男人中杀出宠威 距离也没有说半夏 为什么这么拼命赚钱 怎么了 女人不能天生有野心吗 前段时间 女霸总的塑造总是很失败 原因就是很悬浮很扁平 取半夏有自己的欲望 对事业的欲望 对爱情的欲望 很真实 很有魅力 她多了有力悬浮的女霸总 谢谢半夏姐 救我狗命 谢谢半夏姐 治好我的精神内好 想那么多有的没在干嘛 赚钱啊 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你对风吹半夏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娃娃娃美 娃美在这里 等你哦